一般来说当官能混到张俊正这个份上 也就算是够本了 高宫走了 内阁里就剩下他遗人了 但凡有什么事情 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 批完之后 找死党冯宝批红盖章 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皇帝忽略不计 这位皇帝才十岁 能看懂连号话就不错了 还看懂奏折 加上皇帝他妈妈对他还挺暧昧 孤儿寡母全指望着他了 朝中大臣们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一句话 从高宫走的那一刻起 打明王朝的皇帝 就不姓朱了 姓了张了 而现在这位张皇帝打算干一件 朱皇帝干不了的事 纵观中国历史啊 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 做文官能做得连皇帝都靠边站 那是登风造极了 要换个人 作威作福 前呼后拥 收收摊摊过一辈子 顺便搞点政绩 身前想大福 身后出小名 这就算是齐了活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 张居正不是小名人 是大名人 打得没边 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 这要不是文盲村 基本都听说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的成就 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啊 改革 什么叫改革呀 通俗的解释就是 一台机器啊 运行不畅了 你琢磨琢磨吧 拿着板手啊 螺丝刀啊 统统这里啊 宁宁那里啊 东敲一榔头 西敲一棒 把这玩意整好了 这玩意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吧 但是要真干 那玩意麻烦了 因为历史证明了 但凡干这个的 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 其结局不外乎两种 一是改了之后 被人给革了 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 辛辛苦苦几十年呐 什么不怕天变 不怕人怨 最后还是狼狈下台 草草收场 那另一种呢 则更为严重 就是改了之后 被人给革了命了 代表人物是王莽 这位仁兄 历经图治 想干点事 可惜过于理想主义了 结果从改革 变成了革命 没命都给革没有了 由此可见呢 改革这件事情 是一件 很大的 很有风险的事情 归根结底 因为两个字 利益 你要明白 这个旧机器 虽然破 可是大家伙得靠它吃饭 你上去这么乱敲仪器 敲掉哪个零部件 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 性格好的 找你要饭吃 性格差的 扛着炸药包 上你家去了 总之是不到你个 七荤八素 事不罢休啊 如果把天下 比作一台机器 那就大了去了 你随便动一下 没准就成千上万人的饭碗 这要冒浆起来 那堕了你全家 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 都不动这玩意儿 动这玩意儿的人 都不怎么正常 看是张军正动了 明智的有压力 明智的有危险 他还是动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 饿死的鸡民 无耻的官员 因为他知道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义 也不能靠沈仙皇帝 因为他相信穷人 那也是人 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 勾心斗角 官场沉浮之后 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 叫理想 说实在的啊 说起张军正啊 我们立刻会联想起 拉板车的 多年前的 胡说八道教育所赐啊 这位仁兄 在我们的印象里呢 是天字第一号苦人 清正联名 努力干活 还特不讨好 整天被一些坏人给整 搞了一个改革 还没成功 哎呀 说了你就恨不得上去 扶他一把 后来再一查实料 发现自己被忽悠了 这位张军正 这位兄弟 既不清正也不联名 拉帮结派打击一几 那是家常便饭 要说人奸 谁奸 就他最奸 那所有奸人都被他赶跑了 你说谁最奸呢 更滑稽的是 不管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是吧 也没觉得 那个改革失败了 要干的活都干了 要办的事都办了 能算失败吗 所以我们要说的 是一个既不悲惨 也不阴郁的故事 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军正之前 最著名的改革 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 当然了 大伙都知道他失败了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存在的东西 都有其合理性 否则呢 他就绝不会诞生 王安石不太懂这个道理 他痛恨旧制度 痛恨北宋的一大帮子 吃闲饭的那些闲人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旧有的制度 或许顽固 或许不合理 但也是无数前人 伟大智慧的结晶 制定制度的 和执行制度的人 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 僵化也好 繁琐也罢 他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 雄心勃勃 什么轻描法了 搞得不亦乐乎 火朝天搞得最后不能用 所以白搭 而张军正不一样了 他很实在 他知道王安石 生在了好时候 当时的领导宋神宗 是个急不安分的人 每天做梦 都想打过黄河 去解放全中国 恨不得一夜之间 大宋国父民强 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 家境就懒得出奇了 反正全国统一了 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 最大的兴趣 就是让下边的人 逗来逗去 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成长起来 从小汉林到大学是 他吃过的那些苦头 见过的那些个市民 几十年当中夹缝农求生存 壮至凌云 那绝对谈不上 所以改革一开始 他就报定了一个原则 让自己活 也让别人活 具体说来 就是我不砸大伙饭碗 大伙你也别造我反 我去改革 大伙就少摊点 各吃各的饭 互不干扰 好不好 改而不革 视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 他刚接任首府 大权在握不久 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高仪死了 你说这高仪同志 也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 自从高拱被赶走之后 就开始寝食不安 唯恐张居正 手狠心黑连着一锅端了 日复一日 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一个月之后图写而死 去阎王那接着做老实人 对高仪的死 张居正丝毫不感的悲痛 因为从根子上来说 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 却比高拱还要独裁 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 就觉得不爽嘞 管你老实不老实死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共同创业的人 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 同舟共济 同创异梦 同事操歌同归于尽 于是自家境登基时起 经过五十来年漫长斗争 张居正终于是一统天下 上有皇帝他妈支持 下有无数大战捧场 外有亲信 亲戚光守边界 内有死党风暴管公章 皇帝可以完全无事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比真皇帝还皇帝 一火百英 真正实现了团结了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 敢出声就灭了他 所有人都认你当大佬 这叫什么 这叫实现团结了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 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 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呀 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 人物背景意义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咱们不谈 简单来说哪两个事呢 就是张居正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叫一条编法 这个名字很不起眼 什么一条编法 但是这个事情却极其重大 用咱们今天话说 这叫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编法 改变了自唐朝以来 延续八百来年的税制 是中国赋税史上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 老百姓交税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毕竟猪虫八等人不是慈善家 出生入死打江山 你这多少都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呢 这各朝各代都不一样 但基本上税的种类 还是比较固定的 主要分的有三块 第一是填税 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 你中了皇帝的地 你得交钱 这是填税 第二是人头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 也都是各麦子的资源 有几个人交几份钱 这是你的义务 我给你提供保护 你就得给我交这个钱 第三是摇依 说穿了就是苦利税 所谓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遇到修工程的 搞接待的时候 国家不但让你出钱 你还得出利 两手一起抓 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了 要是我那都是山 没田怎么办呢 或者说我有田 我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 这你不用担心 早就替你想好了 权利可以不享受 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来说就是 有什么交什么 你不住山里吗 山里有蘑菇吗 有蘑菇交蘑菇 有木材有木材交木材 你种什么交什么 种苹果交苹果 种棉花交棉花 收起来放仓库 反正一时半会 也坏不了 个本刁民可能会问了 那我要是捕鱼的鱼民吧 你又没有冰箱了 鱼怎么能放着发臭吧 有办法 你没有冰箱鱼 鱼不能放着发臭 是不是 你别交鲜鱼嘛 你交鲜鱼 你不就完了吗 跑不了你脚子的 所以就这么着 这就是税 实时求是讲 在中国历史上 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 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的 或者极等用钱的人之外 对百姓负担都是很重视的 田赋的比例 一般都是20比1 就是5% 或者是10比1 就是10% 能收到5比1了 那就算是重税 从这个数字上来看 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 是能够活得下去的 不可很可惜 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 一操作起来乱了套了 在实际执行中 各级官吏很快发现 能钻空子 捞钱的漏洞 实在是推多了 你比方说啊 你交苹果 要3.4 拿起一个 这个头太小 算半个 这有虫眼 这不能算 你交棉花不是吗 哎呀 你这个棉花成色不好 第一半 你回家再拉一半来吧 这还是轻的 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是摇衣 因为田赋和人头税 多少能建东西 县太爷是赖不掉的 摇衣这玩意不好说了 修河堤 给驿站当差 修路 这都是摇衣 完成了任务 就算完成了摇衣 那谁来判定 你是否完成任务呢 县太爷嘛 这就是所谓的 黄鼠狼 看机了 遇到良性好的 还能照实记载 遇到不地道的 就捞点好处嘛 你要没钱 大逼一挥 你没干这活 有意见 这事我说了算 总之就一句话 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 就这么被玩残了 朝廷没有好处 全被地方给包干了 此外呢 这一税收制度 还有很多麻烦 由于收上来都是东西 林林总总 花样繁多 又不方便调用 你比如说吧 这个浙江啊 这个一带呢 收上了一大堆粮食 京城里吃不了啊 本地人又不缺 听说西北缺粮 那往那边运吧 一算 运过去那个粮价啊 不够运费的呢 那别折腾了 放到粮仓里边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呢 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 除了粮食 还有各种土特产 中药了 药材了 却没有多少银两 你把这些玩儿 放京城了 不又占地方 还得要仓管费 在某些吃饱饭的 大臣无聊之中 那个想了个馊主意 既然东西这么多 闲着也是闲着嘛 不如拿去给京城的 官员们发发工资 挣六瓶主食呢 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呢 但是到发钱那天 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了 我们现在只能 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 剩下的那种棉花来抵 不过你放心啊 我到市场上估算过 等价交换 拿这些棉花 绝对不吃亏 辛辛苦苦干到头 拿着几袋的棉花回去 老婆孩子吃什么 吃棉花 这不是搞笑啊 自朱元璋以来 明代官员都这么领工资 一到领工资了 大车小车的往家拉 有时候是粮食 有时候是药材 个别缺了得了 这个皇帝还给纸币 胡乱印刷的不值钱的 早晨领工资 下午呢就去鸡毛市场 兼职当小贩 严接叫卖了 这玩意绝对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 百姓受了苦 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子了 于是张俊正决定 改变这局面 新取地方经验 推出一条编法 一条编法的内容有很多 但是呢 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 全国税收 由食物税 变成了货币税 明白点说 就是以后咱不收东西了 统一改收什么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 很简单的命令 但是却有着 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啊 你甭管是田赋也好 姚意也好 还是什么人头税也好 都有了统一标准了 不是当官的 说了算了 交上来都是真金白银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不再任由官员忽悠了 当然了 那根据这个官员 避摊的定律呢 张俊正呢 也给这些避摊的官员 留了点后路 因为各种物品 比方说粮食啊 水果啊 药材了 丝绸了 都照规定啊 折算成银两上缴 而折算比率呢 虽然是朝廷掌握的 但是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 适当照顾照顾 从中呢 可以捞一笔 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呢 解答欢喜了 朝廷那边拿到的是 白花花的银子 老百姓呢 也不用听评官员们 糊弄他了 贪也好 强也好 说好了 宰一刀就宰一刀啊 哎 至少日子好过点的 那官员们呢 好处少了 但是呢 也没说就官不聊生 也过得不错 哎 叫咱们招吧 所以事实证明 越复杂的政策 空子就越多 哎 就越难以执行 王安石就大体如此 一条边法虽然看似简单 却是最高智慧的绝境 正如那句老话说 说把复杂的问题 搞简单的 那叫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边法 就此名流轻史 并且长期使用 而那三座大山 也一直没动窝 雍正的时候 实行这个贪丁入母 把人头税啊 归入田赋 这才算是呢 三化为二 实际上没捡 就是换个说法 姚毅这玩意 直到解放之后呢 才正式废除 历史最为悠久的 这个田赋呢 就是农业税 也是 大概十了年前 正式呢 得以停征的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条边法 第二件事情呢 由一封信引起的 什么事呢 万历元年 张居正上书皇帝 当然了 上书皇帝 能看懂什么呀 就是上书给他自己 在这封 自己给自己的信当中呢 他写了这么一句话 叫月有考 岁有吉 是生必忠实 是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 鼎鼎大名的政策 就此诞生 而他的名字 就是此句的 头为两字 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 改革的第二大举措 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 考成法 那太正常了 但如果你没有 被考成法整过 那就不正常了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考成法 大概相当于 咱们今天的考勤制度 张居正搞出了 一整套制度 但他很清楚 制度 这玩意永远都是次要的 为什么说是次要 因为执行才是主要的 指望着自己手底下 这群懒了那么多年的懒汉 突然良心发作 心情工作 那玩意叫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 张大学是想出了 个绝妙的办法 张居正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记账 比如说一个知府 每年年初就要把 要完成的工作呢 一一列明 操录成策 自己呢 留上一份 张居正那呢 给一份 到了年底 两份往一块一对 看看你今年 哪些事做了 哪些事没做呀 发现哪件事情没做 那就恭喜你了 收拾东西 准备上县城去吧 如果你到县城 还这么干 对你的处分 也依然如此 直到那捆被子滚蛋为止 这个法令 适用范围 近似于无穷的 从中央六部 到边远山区 如不照办 一概呢 是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的规律 新官丧任三八伙 雄心勃勃一回 烧完了之后 该干嘛干嘛 柴又烧没了吗 所有这些官员们 也不在意 哎呀 咬咬牙挺一挺 就过去了嘛 不就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吗 可是他们把牙咬碎了 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 那是动真格的了 真格到了 有点恶心人的地步了 比如说万历三年 有人反映 这个赋税啊 实在是太难收了 你说收十万就十万 那遇到欠收 你让我上哪儿 去给你讨银子去 哎 事实证明 张居正啊 还是很民主的 很快呢 就颁布规定 从今以后 地方赋税 只要收到一定数量 就算没收权 也可以不处分 但是指标下来了 大伙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个一定数量 是多少呢 九成 玩一百两银子 你给我收到九十就行了 明白 这不是算着玩吧 我能收到九成 我还差那一成啊 我那用叫苦嘛 然而张先生用行动 告诉大家 收不收得到 是你的事 处不处分你 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 礼料的是 山东的一群 难兄难弟 运气实在不好 死收 活收 就是没收权 更可笑的是 其中有位仁兄啊 税收收到了八成八 还是被咔嚓一刀 全部集体降级 我说咔嚓一刀 不是剁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那么狠 于是从此以后呢 官员们一改往日的作风 开始认真干活了 兢兢业业的 就求着年底啊 弄个考核及格 那就菩萨保佑了 工作效率呢 也大幅度提高了 当然了 考成法能够实施 还得靠张居正 要知道这位兄弟 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 朝廷里边那些个 歪门的邪道子 贪污的伎俩 他的清清楚楚 想当初他 把人家捞钱的时候 下面这帮小年轻 还啃烧命呢 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了 谁敢跟他玩花样啊 对不对 这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 但是不是全部内容 因为事实上 张居正是相当狡猾的 在那封信中 他偷偷夹杂了一句 极为重要的话 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 这句话很不起眼 却是他死后 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个事 咱们先按下布表 埋一条线 咱们到后边再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光荣事迹 咱们还没说完呢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之下呢 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国家财政收入啊 也不断的上升 自正德以来 走下坡路的明朝呢 又开始呢 走上坡路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呢 明军的实力啊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因为极为猛人的存在 那七几光 当然就是头把交椅了嘛 虽说他只是个总兵 职务比谭伦呢 比王冲谷要低 但是大伙心里都清楚 这人后台太硬了 哪怕是兵不赏书 每次啊 到这个冀州视察的时候 对七总兵总是磕磕磕磕的 而事实也是这样 张居正对七几光呢 实在是好过头了 下属不听话了 换 副手也不听话了 换 你上次也不听话 上次不听话 换换换上次 这么一搞 这七几光可就成了个刺头了 无人敢碰了 大伙都对他尊敬优加 偏偏这位七的哥呢 还特别会来事 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了 都得亲自作陪 请吃请喝请娱乐 完事了还送土特产 据说都是拿车往回拉 你就这么忙的人啊 谁敢热 在七几光之前 十七年间 基罗总兵换了十个人 平均任期一点七年没办法 这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 手这里不是被打跑了 就被打死了 运气好的被抓 就追究责任 实在没法待 但是七几光不一样 他到这之后 就打了几小仗 之后呢 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 竟然就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呢 还是他守得太好了 刚到边界不久 大力推广修建风格台 把城墙又连成一片 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 此外呢 他还大力的发展火器 基本上人手一赶枪啊 蒙古骑兵每次来 没等挨着城墙呢 叮了呱了一顿乱枪 那么一扫射 等你在城外跑累了 再派兵出去 他痛打落水狗 就这么个折腾法 蒙古人实在受不了了 长此以往 大伙呢就都不来了 由于奇迹光这边 密不透风 蒙古不乱 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 希望能有条生路 可惜了 镇守辽东的 大名领领 李成良 这位李总兵 当时的第一号横人 他所管辖那个地方 也不修城墙 是也不搞火器 防务看似啊 十分的松懈 所以很多蒙古人一听 怎么着 没有城墙 我们墙一把 可是事实告诉他们 李总兵不弃墙头 但是擅长扔砖头 他为什么不守啊 因为李总兵喜欢进攻 别人都怕骑兵 李成良不怕 因为他是当时明朝 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 手里面有一支精锐的骑兵 人称着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 那个战斗力那个强 在他镇守期间 出战三十余次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经常追着蒙古人 到处的跑 让敌人是温风丧胆 是后来天下第一将军 观影铁骑的前身啊 当然了 这位兄太因为打仗太多 杀人太狠 也有点混 还惹了个大祸 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 到时候咱们再说啊 季州和辽东 有这俩人守着 宣大那边呢 也不打了 为什么不打 大伙忙着做生意 有工夫打仗 赚钱是第一位的 对不对 于是困扰了明朝 几百年的边界问题 哎 终于得到了缓解了 国库充裕 边界安宁 大明王朝 已经建立了两百年 混到这时候 竟然还有这样的局面 不能不说 这是个奇迹 而这一切的缔造者 就是张居正